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 林烟 祖上三代都是道士 为了家族传承 我爹给我填了考古专业 哇呀 考古专业好啊 能拿国奖 老爹多有面啊 我挤出微笑脸 那可不吗 大考古专业时代独描 所有的奖学金平奖平优 不得框框往我嘴里炫 然而 开学第一学期就来火了 为了满足大学生们日益膨胀的位 学校准备开荒 新建食堂 就在挖到地下三米时 一个黑乎乎的地洞出现 所有人立马停下 拉起警戒线 校领导跟相关机构秉竹夜谈 决定亲自探索 毕竟 地质大学的顶尖名号 不是叫得完的 作为免费劳动力 考古专业全系四个学生 被邀请在列 包括我 经过半个月 地洞被小心地挖开 一股熟悉的味道 夹杂着灰尘扑面而来 心里警铃大作 这哪里是地洞 分明是墓地呀 考古专业的白发老师 在前面带队 学生紧跟其后 看土质跟构造 这洞应该是三百年前 某位有钱人家挖的 系主任摸了把泥土 打着手电筒走在最前面 他说得没错 这所墓地构造巧妙 入口处黑泥堆积 隔绝了很多盗墓贼 越往里走 眉位越大 墓地里到处都是分叉路口 黑咕隆咚的 一眼望不到尽头 除了我们手里的手电筒 无一丝光亮 大家跟紧点 不要乱跑 老师出声嘱咐 一步步走得小心翼翼 学生们大气不敢出 只有我 悠哉的根逛超市似的 我从小就跟老爹钻过很多 比这还诡异的墓穴 再说了 我可是倒是 看得见得看不见得都能抓 我怕傻 队伍缓慢地往里走 空气越来越稀薄 就在气压变得最低时 一扇黑色大门出现在面前 我微微皱眉 墓穴里装门 防谁呢 老教授戴上手套轻轻推开 墓门嘎吱一声 灰尘被手电筒罩得像光幕一样落下 扛着摄像机的大叔 颤微微往里走 他们一个个进去后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等我最后进去 也被面前的一幕 吓得头皮发麻 七个棺材 胡乱摆放在超大的墓室里 头巢上都对准了中间最大的一口棺 粗略看 应该是古时候有钱人家的陪葬 可是这摆放的顺序 莫名有些熟悉 哎哟 一声闷哼 一个胆子大 正围着棺材打转的学长 被十字绊倒 一头磕在棺材上 老教授不悦地皱眉 赶紧把他拉了过来一顿教训 说了不能乱跑 这些可都是文物 要是不小心损坏了可怎么办 李华学长自知理亏 捂着流血的额头 样样站在旁边 没人注意到 棺材脚上迅速消失的血字 教授 咱们考古能做的已经做完了 剩下的就交给专业机构 来解决吧 老教授点点头 指挥着摄像机 多拍点素材 我也得空 在墓穴里转了转 墓地南北朝向 地上摆满了一些 小孩子穿的衣服鞋 还有波浪鼓等玩具 难道说 陪葬的这些人 都是小孩 一股恶寒升起 陪葬不能选孩童 否则万劫不复 这样的道理都不懂 也难怪墓穴主人 现在的睡眠被叨扰 等我仰起头 发现墙顶上 好像刻了什么东西 正准备拿起手电筒 仔细查看 一个大掌把我捞了过去 林烟 别乱逛 这种地方斜门得紧 小心沾上脏东西 比我高一届的周夜学长 谨慎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把我拉到教授们旁边 兴致被打断 我还想抬头看 可教授突然宣布收工 催促着我们赶紧离开 一行人乌泱泱地来 乌泱泱地去 林烟学妹 饿了吗 一起吃个饭呗 周夜笑着说她请客 压下心里对墓穴的怀疑 我跟着她来到了食堂 林烟 想什么呢 菜都要凉了 周夜夹了一根鸡腿 放到我碗里 不等我开口 她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林烟我跟你说 之前我在一个道士的杂技本里 见到过那些棺材的摆放 我来了兴趣 没想到她这个富二代 竟然对悬门感兴趣 然后呢 周夜摸了摸鼻尖 有些尴尬 我刚看到什么 献祭两字 那个道士就把本子抢了回去 还给我臭骂了一顿 我扑吃一下笑了出来 道士的杂技本最为珍贵 上面记录了自己的全部见闻 甚至还有隐秘诡异事 外人一般不得见 现在听周夜这么一说 我对墓穴主人的印象更差了 若真是献祭之术 那这些枉死的孩童 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有 吃着吃着 隔壁包间突然传来瓷器碎掉的声音 我点了石盘大盘鸡 你们倒是快端上来呀 这暴躁的声音 不是李华是谁 周夜放下筷子 去看看 我点头 谁不爱吃瓜 食堂二楼是独立的小包间 专门给一些想单独吃饭的学生准备的 推开门进去 满地的碎片 还有骨头 一片狼藉 食堂阿姨抱歉地点头哈腰 同学再等等哈 最后的六只鸡都给你端上来了 剩下的四盘要再等一小时 我才不管 李华红灼眼有些凶狠 老子饿了 老子要吃鸡 我挑眉 看了眼桌子上堆成山的鸡骨头 还有七碗光盘了的米饭 有些疑惑 李华他一直都这么能吃吗 我看向周夜 他嘴角抽搐 不敢相信地看着李华 又成了两碗米饭 这就算我饿一星期 也吃不了这么多东西啊 担忧地看了李华一眼 周夜摇摇头把我拉走 说不定他失恋了 就想抱引抱石放肆一把 我恍然大悟 原来男生处理失恋的方式 这么简单粗暴 自上次墓穴里的视频跟照片 在网上曝光后 学校来了大批专家 就连一些网红都跟风 举着手机来打直播 可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周夜带着家里 做的排骨汤邀请 我去食堂 等我赶到 他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语气抱歉 怎么了 周夜指着隔壁桌 狼吞虎咽的李华 还有他身边的女生 他们和好了 我问 周夜气到破音 不是 我是想说 我刚到 他们就跟土匪一样 抢走了我的保温盒 看了眼地上堆成半人膏的盘子 还有不到一星期 就长胖了将近一百斤的李华 心里隐约有不好的预感 要不给他们找医生看看 一直这样抱饮抱食 也不是个事啊 周夜提议道 再见我拿出罗盘时呆了一瞬 林烟你怎么跟个道士似的 随身带着这些小玩意儿 有货 他还挺懂 能看出来 这是罗盘 而不是指南针 罗盘一出 我赶紧对着李华 同针转了一圈 在李华跟他女朋友之间打转 不好 他们这是被邪气附身 猛然想起上次在墓穴里 李华的头磕在了棺材上 脸色一沉 该死 我怎么忘了给他做法 周夜见我表情严肃 小心地问了句 李华他们该不会撞见啥脏东西了吧 我点点头 在周夜震惊的目光下 从口袋里掏出一道黄符 你 你 林烟你还真是道士啊 我没理会他的战汉 拿起两个饭碗 把黄符烧成灰 倒了点水进去 你为李华 我递给周夜一碗 我为他女朋友 周夜点头 趁李华打嗝时 一下子把符纸水灌了进去 我这边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直接掐住这女生的下巴 逼着他喝了下去 这能行吗 需要做法事吗 周夜担忧的话还没说话 李华他们就开始作呕 周围的人听到这声音 立马端起饭碗 皱眉跑路 也有一些吃瓜群众 拿着手机在这里拍 我体贴地拿出两个 装剩饭的大桶 放到他们面前 哦哦 李华跟他女朋友 就跟比赛似的 声音此起彼伏 一些被感染的同学 再也受不了 跑去厕所一顿输出 周夜舞鼻 拉着我往后站 他们是怎么了 邪气上身 没有理智地胡吃海喝 该不会是上次 我点点头 周夜一阵后怕 太邪门了 那他们吐完能好起来吗 那当然 也不看看我是谁 李华他们的胃就像是个 无底洞 吐了十几分钟 桶都快装满了 才软啪啪地往后倒去 现在怎么办 周夜指着昏迷的两人 抬去宿舍 等他们醒了就好 我拿出朱纱 指尖粘了一下 垫在他们的额头 看了眼瞳里 被消化一半 难闻到作呕的肌肉 心里猛然一沉 转身就走 哎哎哎 林烟你去哪儿 周夜急得在身后大喊 连忙嘱咐 同学抗走李华 然后追了上来 办公室里 我气踹吁吁推开门 老教授正端着茶杯 拿着放大镜看古董 怎么了林烟 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擦擦额头的汗 老师 今天是不是科考队 开关的日子 教授看了眼手机 点点头 对 今天下午三点 是里头专门聘请的 开关队 左手飞快掐算 农历九月十七下午三十 方位南北 不好 这是大凶 老师 今天这个时点 不能开关 否则会出大事 我说得严肃 老教授愣了一下 随即乐呵呵地笑道 林烟同学 你是不是盗墓笔记看多了 他从椅子上起身 拍了拍我的肩膀 并未责备 年轻人喜欢看这些玄乎东西 老师能理解 但也不能跟现实混为一谈 看了眼墙上十二点半的时钟 我有些着急 该怎么跟他说 李华被邪气附身 那棺材的主人 必定煞气很重 就在这时 周也拿着手机冲了进来 怎么今天一个个 都这么杂杂乎乎的 老教授刚喝下一口茶 微微皱了眉 年轻人 莫要急躁 周也顾不上抱歉 打开微博热搜 第一的视频外访 老师你看 那墓穴是真邪门 李华只是磕破了头 就成了这个鬼样子 视频应该是某个同学拍的 自那天从墓穴出来后 李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狂躁 冷漠 不爱说话 每天待在食堂 吃几十碗米饭跟肉 最诡异的是 他只吃鸡肉 和排骨汤 短短一星期 体型就跟吹气球似的 膨胀起来 而他的女朋友 前两天来食堂找他 李华却跟不认识他一样 在女生准备 拉他回宿舍的时候 对着他的肚子打了一拳 嘴里念叨着什么 孩子 我要孩子之类的话 而那个女生 被打了之后 突然呆滞一瞬 坐下来跟着李华 大吃大喝 画面一转 我出现在视频里 烧了符纸 强行喂给他们 然后 两人就跟谢红一样 大吐特吐 晕倒在地上 博主配文 惊 大出现情侣大卫王 某女同学却搞封建 迷晕了他们 一大群不明 所以的网友 在视频下面骂我 说我毒害同学 教授看完 眉头紧皱 你给他们喝的什么 符纸水 去写 教授的皱纹皱的更深了 是现在我跟周也之前来回转 胡闹 这都什么年代了 教授难得地怒吓出声 你们学生之间地打打闹闹 私下里玩玩就行 怎能放到台面上 耽误大事 老师 我们没 教授摇了摇头 把手机还给周也 看着我 语重心长 林烟啊 封建迷信要不得 他必给我一本私修 回去了多看看 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有些思想要不得呀 我跟周也面面相去 早知道这小老头如此固执 我就该把自己的道教职业证 带在身上 周也急得还想说些什么 但被我拉了出去 七十多岁的老教授 不要妄想挑战他们的世界观 林烟你拦着我干嘛 那个墓穴有问题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开关啊 我打趣地看着他 你怎么比我还着急 周也一梗 眼眶有些泛红 心里咯噔一下 我有些自责 人家只是好心 我是不是话说得太重了 正琢磨着该怎样道歉 周也先开口了 小时候 祖上的墓被挖 我爸遭到反噬 连着昏迷了十几天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最后要不是道师爷出手 我爸可能就原来如此 我说他怎么对 罗盘福祉什么的 接受度这么高 看了眼时间 已经一点多 要是现在去老家 拿道教证书 肯定是来不及的 但这件事我又不能坐视不管 想了想 我问周也 你有办法在一小时之内 找来八个无人机吗 周也疑惑 你要干嘛 排兵不振 撒迷魂要 我给了他一记暴力 就不能想点好 我可是正儿八经的道士 会用这些下作手段 周也样样地笑了下 开个玩笑 不就八个飞机吗 半小时哥就给你搞到手 结果二十多分钟后 我看着天上乌鸦鸦一片的直升飞机 陷入了沉默 这都是你找来的 周也骄傲地拍了拍胸脯 嗨 小意思 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该撒烟雾弹 把朱砂跟一张纸递给周也 我嘱咐道 让他们沿着这个图形 在墓穴外一米的地方撒上朱砂 周也点头 一个保镖立马过来 拿着对讲机吩咐任务 看了一眼训练有素的八个机长 我突然就觉得有些大才小用 嗨 算了吧 谁让警戒线拉得太远 我进不去呢 直升机呜呜地盘旋 几分钟之后 红色朱砂飘落在地上 形成一个巨大的八卦图 接下来怎么做 周也好奇地问我 我掏出两把雨伞 拿好 一会儿要用 找了个高地 我盘腿而坐 面前用墨水画了个小型八卦图 闭眼 念咒 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一道道闷雷在墓穴上空炸开 卧槽 林烟你厉害呀 这呼风唤雨的本事可真拉风 感受着周也羡慕的视线 我不慌不忙 将一张金帆插在八卦阵正中央 豆大的雨水请客而下 狂风不止 周也立马在我头顶撑开雨伞 这八卦阵怎么办 雨水都给冲散了 睁开眼 我拔掉金帆 接过雨伞往回走 雨已经下了 这些也就没用了 突如其来的大雨涌入墓穴 开关队不得不守在外面 等待雨停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为求这场雨 我用了十足的朱煞 就连八卦阵雷雨图 我都用了plus板 大雨围绕墓穴下了一天一夜 成功冲上热搜 爆 大心挖掘的墓穴 临近开关出现异象 十米内雷雨大作 十米外艳阳高照 看着这反差极大的航拍图 师父狠狠瞪了我一眼 要是让道教协会的家伙们看见 你又得挨骂 我善善地摸了摸鼻头 心虚保证 下次开大 一定注意影响 师父哼了一声 我信你个鬼 跟在师父后面 我们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师父的先锋道鼓 跟手里道教最高职称证书 让校长立马起身 恭敬道茶 就这样 我们顺利来到了现场 你怎么也来了 我看着比我更早出现在面前的周也 有些疑惑 他难道也是道士 谁知 他嬉皮笑脸地 俯在我耳边说 周家出资保障 墓穴开发期间的一切支出 默默竖起大拇指 还是资本好使 不像我 只会摇人 师父口诀一念 头顶的语骤然而止 等到排水结束 一大群记者乌泱泱 从外面进来 什么地质协会啊 古墓保护组织 热点新闻杂志社 热闹得像是明星走红毯 师父的脸色不大好 人多眼杂 万一邪气成煞 这么多人 该怎么抓 我明白师父的担忧 但无能为力 只能说 待会儿小心行事 一行人在学校教授的带领下 往墓穴里面走 这次的人比上次多很多 我能明显感受到 墓穴里的阴气被压制的厉害 各路记者的灯光 把墓穴的每一条通道照得贼亮 很快 来到主墓室 七个棺材在灯光的照射下 异常清晰 黑漆漆的 诡异发亮 人多壮胆 几个不怕死的记者 竟然用手去摸地上的陪葬品 我想出言制止 却看到师父眉头紧锁 斗转星一阵 竟有人用如此恶毒的阵法 这么一说 我看向棺材的牌相 不好 我说 怎么这么眼熟 这完全是北斗七星的走向 联想到主观的位置 心里隐约有了不好的预感 若以十二为轮回 那这三百多年来 主观吸收副观的献祭 以及星辰之力 完全有可能从阴变成杀 甚至 级别更高 我有些后怕地 咽了下口水 手放进兜里 握住桃木剑 师父 若主观里真是绝煞 那大家岂不是很危险 周也在一旁好奇发问 绝煞很厉害吗 那当然 煞气一旦附身 轻则吸走阳气 重则让人永远陷入昏迷 周也打了个冷战 往我身边靠 林烟你可得保护好我 我递给他一枚五地铜钱 拿好 这是保命的东西 跟我们这边担惊受怕的状况相比 记者那里明显热闹许多 甚至有些年老的教授 在没有得到真实验证的情况下 开始跟记者吹牛 这些棺材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陪葬 主官里必定藏有很多值钱的金银珠宝 我择了一声 这老师的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不知是谁看到了我 惊讶出声 哎 这个女生不是热搜上给同学 为扶植水的那个吗 一瞬间 灯光都照过来 刺得我挡住了眼睛 周也立马将我护在身后 这个墓穴有问题 我们的同学只是在那口棺材上磕了一下 就中邪般的胡吃海喝 长胖了一百多斤 哈哈哈哈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信鬼神 你说你同学磕了脑袋 可有证据 周也围着棺材左看右看 皱起了眉头 不应该呀 李华分明在这里磕破脑袋流了血呀 怎么说 都会留下痕迹吧 师父突然穿过人群 走到主棺面前问周也 你说那个同学在棺材上流了血 周也点点头 看向我 林烟当时也在场 李华额头确实磕出血了 不好 师父连忙张开手 把人往后面赶 活人血献剂斗转星一阵 轻则出绝煞 重则师父的话没有说完 我的心里却猛然一沉 不会这样巧吧 那东西可是百年难遇 得到眼神示意 我立马掏出墨斗线 在棺材外绕了一圈 这不是咱们学校考古专业的林烟同学吗 一位教授推了推眼镜看向我 嫌弃地瞥了眼我手里的黑线 简直是胡来 同学间打大闹闹就算了 现在这么多人在场 你这不是给学校丢脸吗 他说着就要来抢 却被师父一把拦住 你是学校的教师代表吧 赶紧通知大家离开这里 绝煞已成 一旦开关必出人命 那白胡子老师轻蔑地吃了一声 校长也真是的 一个墓穴而已 什么人都往里面放 师父被如此嘲讽 却也不恼 周夜急得想上前 但被我拦住 这年头 信道教的人越来越少 这种质疑的声音 我们早已见惯不惯 就在师父准备拿出证书时 哐当一声 重物落地 夹杂着灰尘 让人迷了眼 一个女记者昂着脑袋 不屑地看着我这边 哎呀 真是不小心呢 她娇柔作作地笑了一下 把镜头对准了棺材里 不过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就一堆花里胡哨的衣服而已 大家纷纷围了上去 我就说 那老头是装神弄鬼 什么绝杀 电视剧看多了吧 就是就是 我还吸血鬼呢 哈哈哈哈 我跟师父对视了一眼 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拔出桃木剑 刚靠近主观 那个女记者又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 你们看 古代竟然还有绿毛特效 顺着她的视线 我看到了一个胳膊上 竟是绿毛 指甲修长的手臂 不好 快跑 这是绿江 我一把推开女记者 但僵尸的速度更快 一道绿色身影 陡然从棺材里闪出 女记者的笑容 僵在脸上 脖子动脉处 一双绿黑色的大手 死死掐住 鲜血顺着绿江长长的指甲往下流 染红了她雪白的衬衫 墓穴里安静的诡异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 将在原地一动不动 等反应过来后 尖叫声直冲耳膜 现场乱成一锅粥 女记者被绿江随手扔进了棺材 其他的人连滚带爬 从狭窄地过道往外挤 那些被打脸的教授记者们 此刻也顾不上体面 惨白着脸跟看见死神般逃窜 周夜快跑 五帝同前对付绝杀还行 但在绿江面前根本不够看 我慌忙扔给他乾坤镜 拿着桃木剑就冲了上去 丫头 你吸引绿毛的注意 我来布阵 师父从宽大的袖袍里 掏出一堆朱砂黑驴蹄符纸 绿江想去抓落单的老教授 眼看就要成功 我立马掏出符纸扔他脸上 绿江被烫得一哆嗦 绿色的脸皮烧焦了一块 皮肤脱落 腹臭难闻 老教授被吓得直接晕了过去 绿江摸了下脸 发出结结结的声音 一双黑红色眼睛转过来瞪着我 不好 他这是盯上我了 绿江速度极快 伸直手臂向我飞来 我用桃木剑挡了一击 但绿江实力太强 桃木剑被捏碎 断成两截 我看了眼绿江紧断的一根指甲 有些头皮发麻 师父 好了没呀 我拿出混有朱砂的糯米 往绿江身上砸 攻击太密 绿江停止了动作 用手挡 梯里啪啦的声音 像是放鞭炮 丫头撑住 为师就快好了 我看着地上快要成形的阵法图 心里一横 拿出阴阳水 往绿江身上倒 阴阳水乃是僵尸的克星 相当于硫酸之于人类 我心疼地用手洒向绿江 水滴所到之处 绿江的身体被灼烧出一个个的大窟窿 他痛苦地嘶吼着节节败退 我信心大涨 追着他 把他逼到了角落 就在我准备将剩下的阴阳水 全都倒在他身上 直接结束游戏时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瓶子空了 空了 抬头 对上绿江充满怨恨的眼神 我害怕地咽了咽口水 诡异的尴尬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那个 我说我上头了 你信吗 绿江当然不会说话 一掌将我拍飞 虽然躲避及时 但胸口还是被绿江的指甲 划了条口子 看着翻涌的黑气 我立马掏出朱纱 撒在自己胸口 就算被毒死 我也不要变成僵尸 侧身看了眼师傅 他已经打坐在默念咒语 坚持住 再有一分钟就好 可我身上的法器跟糯米全都用完 唯一的一点朱砂 根本伤不了绿江分毫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窘迫 绿江不再忌讳 直直地向我袭来 该死 下次我非把令牌随身带着 一边咒骂 一边躲闪 绿江因为吸收了几百年的献祭 跟星辰之利 体积比常人大很多 身上遍布青色石斑 毛发又绿又长 有点像电影里的阿凡达 关键是 他的速度太快了 每次躲闪 我都心惊肉跳 就在我被再一次拍飞 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 绿江身体突然僵住了 我连忙往法阵里躲 抬头看见来人 不由得眉头紧皱 周也 不是让你走了吗 你个蠢货回来干啥 周也拿着乾坤镜对准绿江 将他直直地定在原地 我刚才在上面问了杜娘 乾坤镜可以减缓僵尸的移动速度 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这才看到他额前的碎发 被汗湿贴在脑门上 整个人害怕得有些轻颤 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跑来帮我 来不及感动 因为绿江又开始移动 乾坤镜怎么不管用了 周也急得冒汗 我该怎么跟他解释 乾坤镜每天只能用一次 十六 绿江生气地怒吼一声 整张脸呈现一种诡异的姿势 像怪物一样 往我站的方向飞来 林烟小心 周也急切地呐喊 我则露出势在必得的微笑 往左边一侧 绿江静直掉进了阵法 时间到 师父睁开眼 一道金色的光芒 从绿江身下而起 我挑眉 八芒阵 怪不得师父耗费了这么长时间 八个方位陡然出现的金光 像锁链一样迅速拴住绿江的身体 绿江愤怒嘶吼 可根本动弹不得 我慢悠悠掏出符纸 咬破指尖 把血涂在符纸上 贴在了绿江额头 绿江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化 整个人像是一只风干鸡 只剩下一具白骨 周也 目瞪口呆地走过来 不敢置信地指了指绿江 又看看我 卧槽 牛逼呀 僵尸这时 死了 我瘫软地坐在地上 刚才的一番打斗 可太累人了 绿江本来就是死的 只不过这次死得更彻底一些 周也从口袋里 掏出一块奶糖递给我 补充一下体力 我笑了 一个高大帅气的富二代 怎么爱吃这些东西 跟他的人设不相符阿伟 师父一脸虚弱地从地上站起 看了眼白骨跟女记者的尸体 摇了摇头 自作孽不可活呀 环顾四周 我问师父 这些棺材怎么办 里面应该没有僵尸 了吧 以防万一 丫头你还是做个封印法阵吧 我点点头 八芒阵对身体的消耗极大 师父现在应该是没有体力在布阵了 拿起墨斗线 我在七口棺材的八个方位 都布置了曲斜阵法 只要阵眼不被破坏 一日之内 那些邪气就会被驱散消失 一切都做好后 周也扛起地上昏迷的老教授 走吧 回去了还得做公关 没人注意到 教授的手机从兜里掉出来 刚好砸进我放的磨斗线里 大古墓事件在网上爆火 那些见过绿江真面目的记者跟老师们被吓得躲在家里不肯出门 女记者的死在网上掀起软燃大波 好在 她生前扛着摄像机记录到了绿江的面目 这才为学校洗脱了嫌疑 不过这下子 网友们不淡定了 卧槽 这真的不是特效 好吓人 这个绿色怪物比电影还恐怖 天哪 刚才道教协会发声明了 这的确是僵尸 还是很厉害的那种 这绿江怎么样了呀 死了吗 不会出来祸害人吧 据说当时 大请了一个先锋盗鼓的道士 这绿江肯定被灭了 哦 什么东西碎了 原来是我的世界观 一时间 给大名声大噪 涉及到人命问题 学校跟相关组织把墓穴封了起来 说是等我师父修整好后 做长法事 那个之前给我私修课本的老教授 倒开始频繁联系我 林烟啊 这世界上真的有鬼神吗 这个铜钱能驱邪吗 还有这红绳 要不你给我一张你师父的照片 我放在家里辟邪 家人们谁懂啊 唯物主义坚定论者 活了一辈子 到老 信仰崩塌了 我就这样在办公室待了好几天 结果出来后 世界又变了 食堂最近很火爆吗 我连盘辣子鸡丁都排不到 我不悦地跟周爷吐槽到 哎哎哎 林烟你看 你不觉得咱们学校一下子 多出来很多瘦子吗 周爷指着鸡米外 瘦成马杆的一群人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强壮有力的双腿 挑眉 你故意地周也愣了下 顺着我的视线往下看 脸上露出可疑的红韵 不自在地别开了头 什么呀 你又不胖 磕磕磕 说正事啊 林烟你看他们吃的也怪多的 正常人怎么可能越吃越瘦 我的眉头凝得更紧了 他压得 我就是个喝凉水都长胖的人 心情不大美丽 抬头仔细打量了这群人一番 他们是真的瘦 就跟上次的李华是两个极端 等等极端不好 墓穴里的邪气可能跑出来了 周也被吓了一跳 表情瞬间严肃 可他们并没有长胖啊 会不会是我们太多心了 我没说话 拿出罗盘 童真直直地指向了他们 周也跟我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该死的是谁破坏了我的驱邪阵 我骂骂咧咧地去找校长 校长本来就怕这么东西 上次出人命后更是胆战心惊 这下听说邪气没压住跑了出来 当场吓得脸色发白 稀记地看向我 给林烟同学 这是通行证 你快喊你师父过来做法事 揣着通行证 我跟周也又来到了墓穴 拿好乾坤镜 小心点 等我在棺材周围转了一圈 这才发现 一个黑乎乎的手机破坏了阵眼 我一脸黑线 周也伸手就要去捡 却被我拦住 我掏出糯米洒在手机上 糯米迅速变黑 周也吓得把手揣进兜里 有些后怕 这 这是邪气 我点头 拿出新的桃木剑 把手机滑拉到旁边 用一个保鲜膜装起来 帮忙查一下 手机是谁的 这样 我好对症下药 周也撬起兰花纸 用指尖捏着保鲜膜的边缘 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邪气被驱除了 你还怕个啥 周也摇摇头 表情嫌弃 隔应 不管它 我又拿出墨斗线 跟五弟同钱 重新布了阵 检查好几遍 确定阵法没问题后 我们才出去 校长 这两天不要放任何人进墓穴 等到下星期那些棺材 没了邪气 你再派人拉走 校长忙不迭地点头 握着我的手 感激涕零 半天后 周也找到我 查到了 这是上次晕倒的老教授的手机 还有 那些报受的同学 也都是上了教授的课 才变成这样的 原来如此 我的心里有了个大概 需要怎么做 把那些同学跟教授 都抓起来 为扶植水吗 我给了他一记报例 越吃越瘦 说明邪气 没理滑体内的厉害 只需要抓住传播者就行 我拿着准备好滴扶植 跟周也来到了教授办公室 他头上还肿着一个大包 不停吃着烤鸡喝着汤 见来人是我 他心虚地把头埋得低了些 同 同学 你找我有事 我也不管他 自顾自掏出符纸 当着他的面烧掉 冲水 喝了吧 你中邪了 教授的脸陡然抬起 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眼底满是惊恐 就在我纠结是理智劝他 还是直接灌的时候 教授刷得出手 端起杯子 咕咕咕地喝了下去 当初不是笑我是江湖骗子吗 教授喝完后 对着垃圾桶大吐特吐 我跟周也嫌弃的舞鼻 站远 等教授吐到胆汁都要出来了 他这才感恩而愧疚地看着我 谢谢你啊同学 之前是我太迂腐 说的话难听了点 你别往心里去 我笑了笑 这么大把年纪 能再接受新思想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何必在乎那一两句话呢 走出办公室 呼吸新鲜空气 我伸出手 乾坤静啊 别忘了还我呀 周也这才反应过来 善善地摸口袋 林大师 考虑收图吗 周也笑嘻嘻地看向我 一双桃花眼弯成月牙 好看得紧 该死 我怎么能被美男计蛊惑 装作漫不经心地别开头 一 一 以后再说吧 我怎么能被美男计判